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东床快序的故事 这个故事将西剑嫁女儿挑选了王家一个躺在床上 露着肚皮对其不屑一顾的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就是王羲之称为东床快序 先跟标书竹子竹具解释原文 西太父在金口 这个西剑当时是一个大官太父 在金口地方做官 就在镇江做官 这个西古代念作痴 后来因为古汉语的读音整体发生转移 念成西 后来大家都念西 这个西剑潜门生于王丞相书 他就让自己的手下 给当时的丞相王导写了一封书信 求女婿 说王丞相 我们家有小女一枚 我想从你们王家要一个小伙子 作为我们家的女婿 你们王家是名门望族 我想攀这门清 丞相遇西信 这个王导呢 就给西剑回了一封信 这个比较正式 君往东乡 任意选之 你呀 去到我们东乡房 东乡房啊 住的都是没有娶媳妇的这些小伙子 任意选之 随便选 你看中谁啊 谁就跟您回家 做你们家女婿 门生归 白西曰 这个西剑啊 手下的门生啊 就跑到王导王丞相 他们家的东乡房啊 兜了一圈 回来啊 白是汇报 向西剑汇报说啊 西老爷呀 王家猪廊 一接可家 可家呀 就是挺不错的 这个王家的这些小伙子 都挺不错的 闻来密婿 贤自矜持 就听说啊 哎呀 您啊 西老爷呀 过来挑女婿呀 贤是都 都自矜持 这个矜持啊 就比较拘谨 就是啊 都跑过来啊 赶紧把西装穿好 站得笔挺的 给我啊 来一一挑选 可是有一个人例外 唯有一郎 在东床上 坦腹卧 如不闻 这个床啊 其实啊 就是当时的榻榻米 只有一个小伙子呀 不理我 他呀 就在那榻榻米上啊 在那儿露着肚皮 在那儿躺着 对我非常的不尊重 如不闻 就好像啊 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那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所有的小伙子都跑过去了 就是他理都不理 西宫云 正此好 这个西建啊 说哦 正是这个小伙子 非常的棒 就是我的女婿了 仿之 就是再派人啊 去调查了一下 乃是义少 乃是王熙之 自义少 王义少 是王岛的侄儿 因嫁女于焉 因此啊 就把女儿 嫁给了王熙之 这个西建的女儿啊 叫西玄 自子房 也是一个古代的著名才女 书法 着然独秀 被称为女中比先 虽然他们两个人的婚姻 是包办婚姻 但是啊 仍然不是才子家人啊 一对贤康利 所以啊 这个就是东床快婿的 这个典故的来历 所以后人称女婿为东床 或者是令坦 露着肚皮 是对女婿的另外一种爱称 然后更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西建西太傅 在金口这个地方做官 他呀 派遣自己的门身 给王岛王丞相啊 写了封信 他呀 派遣自己的门身啊 给王岛王丞相啊 送了封信 干什么呢 向他们王家 要一个小伙子 作为自己的女婿 想攀这门清 这个王丞相啊 就给西建 回了封信 说 西老师您啊 去我们家 东厢房 那儿啊 都是 没有结婚的小伙子 随便选 选中谁 就把谁带走 于是啊 西建的门身啊 就去他们家东厢房 转了一圈 回来以后 对西建汇报说 西老爷啊 他们王家的这些小伙子呀 哎 个个都很棒 他们听说呀 您要过来挑女婿呀 哎呀 都跑过来 而且啊 穿得非常的鼻挺 非常的严肃和重视 只有一个小伙子呢 躺在东边的榻榻米上 露着肚皮 好像啊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完全不当回事 西建回答道 哦 正是这个小伙子 就是我要选的好女婿 派人啊 调查了一下 这个小伙子 叫王羲之 自艺少 是王岛的侄儿 于是啊 就把自己的女儿 西玄 嫁给了王羲之 称为东床坏婿 最后 再跟标书完整的 朗诵一遍原文 西太傅在金口 遣门身于王丞相书 求女婿 丞相遇西姓 君王东乡 任意选之 门身归 白西约 王家诸郎 一皆可嘉 闻来密婿 闲字矜持 唯有一郎 在东床上 坦腹卧 如不闻 西宫云 正此好 纺织乃是艺少 因嫁女余焉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